大家好,我是QR 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過關於即時通訊軟件上的騙案 例如來自一些陌生人的訊息 又或者陌生人的視像通話的要求 到底怎樣可以攔截他們 預防這些騙案,讓自己不會受騙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又沒看過他的朋友 可以看影片的資訊欄,又或者置頂留言 今次這條影片就講近期比較猖狂的一件事 就是短訊的騙案 之前講的即時通訊軟件 可能有些人會用WhatsApp,有些人會用Telegram Signal,IG,Facebook Messenger,Discord,Line,Skype 很多很多不同的選擇 如果你沒有安裝某一個App 你是不會透過那個App收到一些詐騙的資訊 但是SMS就不同了 基本上你只要有電話,有SIM卡,可以打到電話 你都會收到SMS 即是說,今次這條影片可以說是關乎所有有電話的朋友的事 不是不是,不要誤會,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說在座那麼多位 可能有些朋友心想 SMS的詐騙不是已經很多年了嗎? 是,的確是很多年了 基本上可以說是有SMS的年代開始已經有SMS的詐騙 希望擴大你們的生活圈子 多點認識不同類型的人 打電話給我 我會幫你找回一個你心目中的朋友 只不過近這兩三年 是多了很多看起來好像是官方傳來的訊息 這幾年大家不是很流行說是Fact Check的 Fact Check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看資訊的來源 例如,到底是不是真的某一個電視台 或者某一個新聞台說的呢? 還是一些所謂的媒體 那些自媒體說的 資訊的可信性有多高呢? 那就要看一個來源在哪裡 那Message不是都是看來源嗎? 既然是官方傳來的 那是不是應該安心信他呢? 就好像我這個也有試過 就是WhatsApp 是我自己活生生的例子 我以前的確有試過 用WhatsApp的時候 WhatsApp是會透過SMS來提供驗證碼給我驗證的 但是下面這兩個 大家會看到連WhatsApp的串法也是串錯的 是釣魚網站來的 是詐騙來的 為什麼會出現在WhatsApp官方的訊息裡面呢? 難道連WhatsApp官方都被人吃了? 好,這次的影片就是想跟大家說清楚 根據這件事是什麼一回事 以及大家可以怎樣預防 首先說一下這些詐騙的訊息 通常是什麼樣子 通常第一 就會看到好像剛才這樣說 會看到一些連結是串錯的 WhatsApp變WhatsApp HSBC會變H5BC 總之看起來的樣子是很遲 不小心看 是很容易看錯的連結 而第二 內容通常都是有到用戶做一些快速的回應 例如會給些什麼呢? 就說你的積分就是到期了 那你快點進去換東西 又或者說什麼系統偵測到異常登入 又或者違規行為 如果你不在多久裡面快速的反應 你的帳號就會被人註銷 又或者你的帳號暫時被凍結等等 總之呢 就是用任何方法 要你按進去那個連結 然後呢 就要輸入一些帳號、密碼 甚至乎信用卡資訊等等 最近比較大單的就是有騙徒 在SMS裡假扮萬寧 跟一些收件者說 你的積分就是到期了 親到期錢快點換東西 就要求收件者在網站裡面 輸入信用卡資料 就是這樣一個星期 短短一個星期就騙了27萬 這件事對於騙徒來說 真的可以說是萬事萬寧 我自己也收過 不過這個好笑一點 連名字都串錯 那就是假扮萬寧 但是有些如果他串錯了 是會放進去好像而似官方的SMS裡 那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連官方的訊息都是假的時候 我還可以信誰呢 是不是被人hack呢 不是 其實這件事叫做 SMS Boolean的一個技術 寄件那個人 是可以利用一些系統 又或者軟件 去更改自己的sender ID 即是發送人名稱 就是說他自己做Johnny Depp 他說他自己做Black Pit都可以 是他自己改的 而至於大家為什麼好像跟我一樣 會看到官方的訊息 和釣魚的訊息 詐騙有毒的連結訊 都會整合在一起呢 原因就很簡單 純粹是因為 我們手機裡面的SMS系統 是會自動將同一個sender ID 所傳出來的訊息 合併為同一個欄目裡面 你問我都覺得這個設定 是非常之有趣的 一些騙徒就會利用這個漏洞 來做到好像官方傳出來的訊息 因為你這樣看下去 真的好像以為是官方傳給你的 其實不是 同樣地我的Telegram都試過 我曾經都有用過Telegram 來做驗證碼 然後呢 就有人冒充Telegram 來傳釣魚網站 一般來說真的無法阻止 到底有什麼破解的方法呢 其實銀行也好 通訊軟件也好 甚至零售店的會員也好 你基本上電話又安裝到它的APP 你有什麼問題呢 都會透過APP來通知你的 極少極少會再另外傳 SMS 因為其實都很簡單 大家可以想像到 是它的營運成本來的 如果它弄了APP 而不用APP來做一些 自動化的一些工序 那弄了APP來討論 不會密貿然 又要找人打電話給你 又或者發 SMS 基本上都在那個APP搞定了 第二 如剛才所說 大家會看到通常有些釣魚連結 小心點看看 它的串法是怎樣 其實 SMS 你可以說它比較原始 但是原始也有原始的好處 就是大家會看到 它的連結 是不會像一般的網站 是會用Pyperlink 而是直接整條連結扔出來的 它只能扮演得很正確 讓你不為意看的時候 真的以為是官方網站 但是你只要留心點 慢慢看它的連結 基本上都會看到它是轉錯的 又或者大家想更加有保障 大家可以嘗試去找你的短訊 因為不同的電話 有不同的做法 就例如我這部 就是按這個短訊 就會有這個 資訊 按進去之後 就選擇通知這一欄 有一個叫做彈出色的通知 彈出色的通知 你本身是穿的 你就關掉它 那就不用怕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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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如果輸入一些會員帳號 密碼 甚至信用卡資料 很簡單 有一個方法 可以直接搞定它 就是你亂打 如果你發現亂打 也能進去 那就很明顯是詐騙連結 不過 亂打還是亂打 我建議大家 都不要完全亂打 就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你那個會員帳號 是12個號碼的 那就強烈建議大家 亂打12個號碼給它 因為有些詐騙的網 都很聰明 它有一點點視訊 它不是完全沒有濾到的 是有機會告訴你 你輸入的帳號有5 那就有機會 就反過來信它 那就很危險的 最後最後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肯定 很想知道 當然你可以找你的家人 或者朋友幫助 再不是 找回相關公司 例如你懷疑是某個電訊箱 你就打回電訊箱問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問題 如果你是買一個 即時通訊軟件 你也可以甚至找回 即時通訊軟件的電郵 去查詢之類 至於其實政府也看到這個情況 我覺得反應也算是這樣的 不過不失 就在去年的年尾 這個通訊事務管理局 就已經推行了這個 短訊發送人的登記制 也就是說 可以給一些機構 或者公司 去登記自己的Sender ID 讓這個ID 不會被其他不知名的人 濫用 但凡我名字前面 多了個井號的 其實已經是註冊了 再不然 如果大家不清楚 它有沒有註冊到 可以上到這個通訊局上面 可以在這個登記名冊 去查詢一下 因為呢 如果登記了的一些ID 而一些陌生人 想濫用它 是會發送不到 是會被人濾走的 所以 基本上可以說是放心 但都不可以100%肯定是沒事的 因為好像之前 都有發生過類似TVB的APP 是給一個普通的用戶 看到 可以試用這個推送通知功能 然後進去就亂打訊息 都發送給所有 有要裝TVBAPP的人 就是要說 TVB這麼大的公司 做一個這樣的APP 都可以給一個陌生人 進去可以 亂發送東西 所以就算你說有井號 都不是完全 100%是安全的 純粹是說這個ID 是有經這個通訊局登記過 成為一個正式的ID 不會隨便被阿豬亞狗濫用的 而且反過來說 不是說沒有井號就是假 但是沒有井號那些 大家就要打醒受二分精神 去看清楚 究竟那個訊息的真偽 所以基本上 大家如果看到SMS 還要求你要什麼資料 其實 99.99%都是假的 現在其實很多公司 都說明說 是不會透過短訊 要求用戶提供什麼 什麼資料 所以其實基本上 都是 路生常談的事情 就是重要資料 不要亂說輸入 希望今次的影片 可以釋除大家的疑慮 以及了解更多 關於防止SMS的詐騙 好,再見 其實去年的年尾 政府的通訊事務管理局 是推出了這個 短訊發訊 短訊發訊 由七叔叔送信 信速送出